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我是威廉 以下的节目内容取材自时政评论员黄友群的文章在《大纪元》首发 2024年台湾总统选举已经在1月13日落幕 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以超过558万票当选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 在当晚,中共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彬华声称 选举结果显示民进党并不代表赌内的主流民意 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以多数票依法当选总统 不代表赌内的主流民意 那么谁才能代表赌内的主流民意呢? 在这次的台湾总统大选中 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得票数位居第二 获得466万余票 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 侯友宜承认败选,说他的努力不够 没有能够完成政党的轮替,他三度向支持者鞠躬自怯 眼康泛红地表示,我尊重台湾人民作出的最后选择 侯友宜在致辞中恭喜 蓝清德,肖美琴当选总统,副总统,希望他们不辜负台湾人民的期待 将人民放在心里,听下人民的声音,打造清廉有效率的政府 使得新一届的政府成为人民信任的政府 侯友宜败选之后,被蓝清德打了个电话祝贺他当选 侯友宜承认蓝清德的胜选也代表了台湾岛内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承认,民进党代表岛内的主流民意 民众党的候选人柯文哲得票数位居第三,获得368万余票 13日晚大概8点,柯文哲在台北竞选总部承认败选 说到败选的责任的时候,他说自己要承担最大的责任 柯文哲败选之后,第一个打电话给蓝清德祝贺他当选 柯文哲承认蓝清德的胜选同样也表明了台湾岛内第二大在野党民众党承认 民进党是代表岛内主流的民意 根据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票数 民进党的蓝清德以得票率40.05%胜选 13日晚8点半,蓝清德在台北竞选总部召开了国际记者会 发表胜选的演讲,蓝清德说 在三组的候选人之中,蓝少培得到最多的支持 代表国家会走向正确的路上,不会转向,更加不会走回头路 蓝清德特别提到,他上任之后会深入研究 两位对手的政见和主张 只要是复国利民,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 他都会纳入施政的方针 他会秉持民主大联盟的精神,不分党派,用人为才,未来的施政 各党派有共识的议题,将会优先处理 极代解决的重大议题,他会建立政策沟通平台,广立民意参与 跨越政党的红沟,寻求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蓝清德胜选之后,台湾民众普遍接受了选举的结果 这个表明什么呢? 只是说明了,民进党代表了岛内的主流民意 因为这是台湾第八次一人一票的直选总统 整个选举过程公开,公平,公正 总统候选人有三个,而不是一个 总统候选人有竞选的过程 每个候选人必须千方百计获得选民的支持 选民有选择的自由,可以选赖清德,可以选侯友宜 也可以选欧文哲,也可以不选 选举的过程有充分的监督,有不同的政党的互相监督 有官方媒体,民间媒体,国际媒体的监督 有支持不同候选人的选民监督,有行政,立法,司法的监督等等 所有台湾籍的选民都必须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印象 去到投票点投票,在工作人员、查验员、选民身份之后 投票、点票、唱票、监票、计票全部公开 台湾没有缺席投票、提前投票、代理投票、电子投票等等 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选举的舞弊 中共关于民进党不代表島内主流民意的说法一出来 立即遭到很多大陆网民的炮轱,喝了多少才可以这样胡言乱语 都已经2024年了,还用1945年的洗脑宣传,当中国人是傻子吗? 一人一票,现场开票,还代表不了主流民意 一直是共产党自己企图改变两岸的关系 而台湾人再次用选票表示了要维持现状 一人一票选总统,从1996年就开始了 笑话台湾?独裁只能够自弃,不同意的请举手 无,无,无 你可以封一万个号,请全员喝茶 但是改变不了人民心中的想法 民主选上的不能代表,那某党执政又能代表谁呢? 台湾老百姓通过选票,实现了当家做主 实现了公平正义,祝贺台湾人民 但是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选举为例 候选人永远都是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当今的中国 任何一个中国公民,只要不是党的安排 而是依法自行出来竞选的,都会受到中共的打压 2021年11月5日,北京市区院举行了人大代表换届选举 2021年10月15日,北京市民李文竹等14人宣布参选 并且发表北京14名独立候选人共同宣言 其中写说,我们14人是长期生活在最基层的公民 我们深感普通百姓和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等部门的沟通困难 2021年秋末,5年一次的区院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就要开始了 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们要做人大代表 要让社区的街坊轮舍,令所有的选民都能够随时找到我们 我们愿意替老百姓说话 半个月之后,14人被逼宣布退选 他们在11月1日发表的退选声明之中说 自从10月15日发表独立候选人联合宣言以来 10名候选人被警察严格看守 或者不准离开居所小区,甚至不准出门 或者被请到派出所喝茶 有人深夜被警察从家中带走 有人直接遭到乡政府的威胁 甚至有些派出所对参选人发出警告 声明之中说我们慢慢没上到 这个第三次的独立候选人参选行动 虽然不像2011年第一次被警察暴力镇压 也不像2016年被人民群众暴力镇压 但是这次却让我们感到恐惧 在这样的恐惧和压力之下 为了我们14个人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 我们宣布停止独立候选人的参选行动 现在中共只有以谎言自欺欺人 但是经历了无数次被欺骗的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包括台湾人民都在觉醒 迎接中共的将会是更大的失败 今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说到这里 请大家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的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经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新视角听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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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视角听新闻》